地弹中共 日本研发提升导弹系统 据日媒6月13日报道 由于忌惮中共国和北朝鲜不断增加的军事能力 日本已经开始研发一系列导弹系统 目标是为了保护其远离日本本岛的地方 尤其是西南方的岛屿不被敌军所侵占 这些远程反击能力包括反舰导弹T-12型的新规格 超音速武器和巡航导弹 均属于日本政府作为当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的 最低必须性的自我防卫措施 4月份以来 日本防卫厅授予了至少8个合同 来发展或大规模生产这些新型武器 这些合同包括与三菱重工签订的584亿日元的合同 研制定于2032年部署的超音速导弹 以及投入221亿日元研发一种具有监测能力的武器 此外还包括一份203亿日元的合同 用于在2031年前开发用于岛屿防御的升级版超高速滑翔弹 以及339亿日元与川崎重工的合同 用于研究一种新的远程机动岛屿防御反舰导弹 其他合同不仅包括有升级版的地面发射的T-120型反舰导弹的批量生产 还包括射程为1500公里的导弹 以及发展空中发射和舰载发射的类似导弹变种类型 日本的军力在欧美各国的默许下正在逐步提升 这对中共国也是一个震慑